与狼共舞 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一眼定万年 知识咸香甜 酸奶就喝 长知识了 诺贝老师好 黄老师好 陈彬老师好 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是刘哲冰 33岁 来自福建三州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赞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女生能 一次性通过驾照考试的四个科目 是个驾校教练吗 我的天 要求太高了 你是都是一把过的 对不对 对 我觉得说女生如果能一次性通过的话 她至少具有三个优点 A 一 一 学习义务性高 二 应变能力强 三 心理数字好 完美 像不像我跟她彩排过一遍 好喜欢这样的一个盆跟斗根的关系 大家好 我是孟菲 我是刘泽斌 我刚才那几种能力 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方面也可能能体现出来 为什么你偏偏把它在考驾照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说这个指标是除了高考以外 我们可以判断一个女生综合数字一个简单的指标 除了高考以外 就差要说考多少分以上了 要划分出线了 你们有驾照的女生局上我看一看 来 手放下 有没有一次通过的 李美霞 你什么情况 就是我课骂的时候 我第一遍没有过 然后第二遍过的 并不是说我考完之后 然后又重新过的 就是他一次过 但不是一把过 对 我所谓的一次性通过 就是四个科目 每个科目都只考一遍就过了 那我觉得男嘉宾 如果你单独的去把考驾照 一把过去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我觉得不是很合理 你觉得呢 对 确实不合理 但是我就要这么说 但是 但是有过人可能是比较 我说有剧人的三个优点 有这三个优点的人 他也有可能像你一样 差事毫厘没有过 那没有关系的 只是说他是一个正向 不是双向的 他说得非常严谨 他的意思是 他的这个条件 跟他要的这个目标 并不是充分条件 也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是正相关条件 对 正相关条件 严谨 来 给我五个 谢谢 好 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这样 我决车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叫倒车入库 就我每次倒车入库 然后倒完出来就会吐 就是会运行车 对 科目的倒车入库 有个诀窍 就是你要慢一点 只有慢的话 我们才有纠正纠错的机会 你如果倒得很快的话 你自己都要吐了 那肯定来不及纠正 他是到这儿来 来招生的 我看着来了 你开了个驾校吗 来 第二个问题 我希望女生喝奶茶 不要吃太多的料 这都什么呀 有哪些料 可以加在奶茶里边呢 比如说像一些珍珠 什么椰果 我这些女生 就不要吃那么多 我只喝纯奶茶 就不加料 一般要纯茶叶自助 还有纯牛奶 还有真正的白砂糖 没有糖精的 那男嘉宾可不可以 不喝奶茶呢 可以啊 比如说我一个女朋友 喜欢吃什么 我就陪她吃什么 她吃这个料 你就不陪她了吧 肯定当场不能扫她的信 她如果要喝就喝吧 我事后再做思想工作 还是一个很有情商的刘老师 谢谢 孟老师 许吉平 男嘉宾你好 像我的话是更喜欢吃那个料 你愿不愿意 比如说我加很多很多的料 我把料吃了 奶茶给你呢 你就寡吃那个料是吧 一勺一勺就往嘴里的料 不要经常吃 偶尔吃一下也没关系吧 3号 你好 男嘉宾 我不光喝奶茶喜欢加料 我喝酸奶也很喜欢加很多料 就是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安利一下 自己在家如何做酸奶杯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包 君乐宝 长芝士了 芝士酸奶 然后倒入我们的杯中 然后呢再加入一些水果 你喜欢吃的水果 芒果块呀 草莓块呀 菠萝块都可以 再加一点冰口感会更好 然后倒到杯里面呢 搅碎 这样你就可以获得一杯 美味的水果酸奶杯了 营养又美味 我最喜欢喝 长芝士了 哇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看第一条编子 每种选择都有代价 每种人生都有成本 人活一世 本就是一场宏大的成本核算 我叫刘泽斌 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 现担任国有银行 个人金融业务内训师 及大谈经理 工作之余 我专心撰写经济学著作 并即将出版 投资是时间的函数 从小我就会统筹零花钱 确保每天有零食吃 还能有存款 小学时投资干脆面的卡片 极其的全到小赚了一笔 二十岁时力劝父母买房 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十分正确 好歹我现在不用为分房发愁了 分房 真的没办法 西方经济学认为 人要合理面临权衡局势 我喜欢健身 但前往健身房的时间成本过高 于是我在自家顶楼 搭建了私人健身房 我喜欢美食 但如果餐厅的排队时间成本过高 我会选择放弃这家 情感世界无法用数学模型来计量 在人际交往中 我不计成本 不喜欢用有效或无效 来决定是否社交 我是朋友聚会时的买单玩 朋友在一起 我愿意多付出一些 只要开心就好 许基平 男嘉宾您好 就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然后非常有理财能力 那么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你跟你的另一半结婚之后 你希望你们的钱谁来管呢 我希望对方管 在西方经济学呢 消费和投资是两个不同的主营业务 我觉得女生的话 她消费应该是她专长的主营业务 那我擅长投资理财呢 我来负责投资 我来负责赚钱 她负责花钱 那我向她提出 投资理财的预算方案 女生呢她就形式上的审议 批复和通过我的 投资理财方案就可以了 我会尊重她的决定 好的 谢谢 那我好奇 男嘉宾 如果你找了一个女朋友 比你还能挣钱呢 这是好事啊 那就你来管钱 对 跟董事会一样 谁的股份大 话语权就大 她的最后的投资和消费的决定 跟你的专业建议有了冲突 怎么处理 如果她对西方经济学感兴趣的话 我向她上课 普及一下知识 好 懂了 我听明白了 打一场辩论 我听明白了 开杠 如果说她不听我的建议也没关系 我会尊重她的选择 确实是让女生挽钱 对 我们回忆一下 你们不知去向的零花钱好吗 小时候 你当时是怎么安排的 在片子里边说 我小时候我家出门右转30米 就一家国有银行 我小时候经常在里面玩耍 然后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 然后我就自己学会了看 屏幕上面的利率牌 然后学会算定期存款 我那时候就想 我说要是我有一笔本金的话 存在银行 每个月的利息 超过我爸妈工作的收入 那他们岂不是就不用上班了吗 然后我就让我妈给我开一本 叫做零存整取的存折 就每个月固定存一笔钱 然后等到期之后 一起子取出来 七岁就建立起了财务自由的概念 起码是有这个目标和方向 但是我听起来蛮可怜的 就是小朋友没有人陪他玩 自己在银行里 自己看看看就学会了 然后说我要挣了钱 爸爸妈妈你们就可以不工作 不挣钱了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不是可以陪我 确实小时候 爸妈队的陪伴算比较少了 那时候我六年的话 几乎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学的 连开学的报名 都是我自己完成的 算比较独立的 经济学家 原来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太不容易了 赛严谨 我觉得我跟男嘉宾比起来 我就是个大笨蛋 我小时候家里给的零花钱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到我这儿 就直接他们就会给我妈什么的 然后后来他们说给我 给我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拿这钱干什么 但是我就会自动地给我妈 我就说花钱都是你养我的 那我这个钱自然而然就要给出去 所以我从小就没有钱 到现在也没有 再下一条 决定放弃时已经无法收回的付出 称为沉默成本 每一段结束的爱情都是沉默成本 初恋我们相差八岁 在一起两年却从未有过争吵和隔阂 我喜欢精心安排我们的约会 做好所有攻略 他也很喜欢被我安排的感觉 两年后他考上外省的研究生 为了把他留下来 我向他求婚 但他还是决定奔赴自己的未来 我安排了我们恋爱的过程 却安排不了我们相爱的结局 两年的感情 随着他的离开 一并沉默 后来我又谈了一次恋爱 他向我表白 并送了我自制的饼干 曾经我认为自己制作饼干很浪费时间 但在他送我饼干的那一瞬间 我理解了 时间成本在爱情面前不值一提 那时我们都有结婚的打算 当我计划考博 读博的代价是要辞掉现在的工作 但他认为没有稳定工作的婚后生活 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还是分开了 在感情中 我不认为用时间能换来日久生情 我不计较成本和回报 向往一段爱情始于一见钟情 无论结局是否美好 付出都是值得的 13号 我一直特别特别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你的学历很高 然后又要读研 又要读博 然后你的前女友们感觉学历也都很高 应该也都是很聪明的人 那你有没有觉得女生的学历 最低标准是什么 找另一半这种 没有的 我还是觉得说我们学历跟聪明也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我不要求我的另一半有多高的学历 只要我们能和得来 聊得来 然后是我认为说是那种聪明的就可以的 我自己有一套标准 他有一套标准 车要开得好想起来了 23号 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讲话也是这样的吗 就会经常说一些就是特别理性 然后会说一些经济学的原理这样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谈恋爱讲话一个是很累 第二是让我觉得可能会没有热情 我两段恋爱的话聊天都不会这么有学术性 为什么到这里就有了呢 对啊 可能是因为我穿了西装 如果我穿了变装的话可能就 那你要不要脱一下 也可以啊 里面有马甲 我们脱完之后不要放松一点 就是你谈恋爱也会撒娇啊 我没有撒娇 我不会撒娇 从来没有 可以 他们就觉得你吧 挺有知识的 挺儒雅的 就是你现在在台上呈现出的状态 他们就代入到如果跟你约会的时候 可能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稍微有一点古板 不会的 我不会古板 我也很喜欢听德运社的相声 然后我也很喜欢讲笑话 我挺幽默的 跟女朋友 很幽默的 跟女朋友 是吗 是吗 罗欣悦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之前的感情经历 你为你女朋友做过的 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送花给她 没啦 然后带她去我们下大门外的白城沙滩散步 你刚才片子里边有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你说她后来才发现两个人相处当中 就算是浪费时间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 怎么叫恋爱中浪费时间呢 就是在我们第三个人看来觉得 这两个人像傻瓜做一些傻瓜的事情 但是在两个人来说是很浪漫的 最后一个问题 15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您一下 就是您为萨尔零友播两段感情 都已经走到结婚的那个阶段了 是这样吧 第一段应该实质上没有走到 但是第一段就是有说 因为这个女方要去读颜了 你想把她留下来 所以就是现在求婚了 但是第二段是也是走到这个地步了 然后您想读博 但是这个女生不太能接受 但是您当时怎么没有为第二个女生 就是放弃读博 然后跟她就是结婚呢 是不是没有第一段这种感情 怎么这么深厚啊 确实 因为第一段是我的初恋 我们谈了两年嘛 初恋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分量算挺重的 我对她感情是比较深的 然后第二段的话 交往也没有很久 就几个月吧 然后觉得双方挺合适的 我读博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重要的规划 但是第一段那个女生也是要去读颜啊 您就想用就是现在求婚把她留下来 应该两段感情是不一样的 很多细节是不能对比的 太多了 不能对比 非常非常遗憾 嗯 因为这个舞台时间很有限 然后展示的层次也很有限 然后展示的层次也很有限 还来不及展示 没错 我每次看着她 我就想到薛兆峰老师了 薛兆峰老师如果只录一次节目 你也会觉得就是一个 刻板的经济学家 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 这种男人的幽默是很值得玩味的 幽默是跟酒一样 就需要时间去品 我觉得她厉害的就是说 她觉得其实在爱情面前 那些成本都不重要 是的 但是你在理性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觉得很接受 可是你在感性上分享的时候 我看你老是不开心啊 就是你回忆爱情都不高兴 对 可能我面部肌肉比较紧绷吧 没有发狀开 就是每个人 他呈现的状态和内心 都是不一样的 你没有不开心对不对 很开心啊 今天 其实我表情看起来比较冷静吧 就像要考驾照一样 对啊 你看 她的那种幽默和有趣 是需要释放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你的《非诚之旅》 不会白来的 对吧 我相信 谢谢邓老师 谢谢